來為了防堵Omicron 全臺的縣市政府都動起來 積極的匡列 但抱怨的聲浪也不少 現在又有網友爆料喊話了 說希望之後 如果有人不幸住進來的話 至少可以有一點心理準備 因為他遭到隔離之後 住進了檢疫所 可以看到在畫面上面 就是他親友送進來的食物 包括了排骨炒飯 明顯的是被翻攪過 就像是被人偷吃過一樣 甚至是洋芋片也全部都被打開 巧克力更是全被碾碎 讓他感受相當的不好 原來是在這個集中檢疫所裡面 為了檢查是不是夾帶微禁品 這些外面送進來的東西 都需要經過抽查 而照片曝光之後 讓不少的網友驚呼 說這比坐牢還要扯 聽一下稍早訪問 其實你有聽說 我們可以這個 對送進來的物品 或者是食物做一些檢查 你損傷到他的物品 或者是他的這個食物 那這個我會在交代他們 過程當中要注意一下 要保持這個物品 或食物的完整性 醫護會執行長王必勝就強調了 會請檢疫所的人多多注意 避免讓民眾觀感不佳 但是也強調 因為過去都有發現 夾帶微禁品 包括了煙 酒 甚至是毒品的問題 所以才會相對的嚴格 希望民眾可以多多體諒